好朋友们 刚刚呢 我们讲一下过滤器的一个基本原理 好吧 下面呢 我们来搭建一个简单的过滤器程序 怎么做呢 还是一样 打开我们的fail 用一个project 就做一个普通项目就可以了 好吧 我们选择什么 选择一个webapplication.next 这儿写一个叫filter 可以吧 项目名称 开启一个新窗口 在里面做些什么事情啊 别忘了 第一件事 先打开我们的project structure 选择library 加两个诈包 那辆大把还记得吗 是不是serverlet API和 gsp API 把它拿进来 ok ok 做完了吧 做完之后 创建我们对那一个tomcat的一个服务 点加号 选一个tomcat的server 选local 选完之后 这起个名字叫filter 可以吧 那注意啊 这还需要干点东西 点的快了 干什么东西 第一个 把这个fix给加上 配置一个虚拟项目名称filter 可以吧 配完之后 第二个 还需要干嘛 把这地方改一下 update class的resource update class的resource 好吧 点ok 这些都配置上后 意味着ok了 现在我可以干嘛 是不是可以写我们蛋白了 怎么做呢 还是一样 你过滤期是干嘛 是为了拦截用户的一个请求吧 拦截用户请求之前第一件事先干嘛 是不是先写一些serverlet 因为有serverlet之后 才能进行一个相应的处理 听到意思吧 还一样 你有一个serverlet的样一类 这样写一个 叫filter soreverlet 可以让写吧 让他这样给一个报名 com 第二 马士兵 第二 什么 写一个serverlet 可以这样写吧 然后点ok 这时候 打开我们的web的上班文件 是不是进行一个相应配置 soreverlet的mapping 起一个名称 然后下面写-filter 可以这样做吧 这样做完之后 这里面 我是不是可以写我们具体的一个代码了 写什么东西啊 也非常简单 多get 还是一样 按照我们之前的套路 简单写 this 点多get gsmus 好吧 下面这块呢 可以这么写了 是不是可以进行处理的 我这答应一句话 我是叫filter soreverlet 是不是可以写这样一句话 那意味着 我用户发动请求的时候 应该能把这句话是不是给我们打印出来 好吧 那ok 响应 我们暂时先不做 request read棒是不是也没做 先不管他 然后点 启动 来 启动之后 看一下我们的过程 好吧 他说已经被占用 我们刚刚那项目可能还没关掉 是不是这意思 好吧 把它关掉啊 关注来 开一个新的 请你看一下 大家注意啊 他们看的绑定是8080端口 之前我强调过了 一定要把他之前启动的一些服务要关掉 没问题吧 来 打开游软器 这可以发一个请求 是不是叫filter 有效应吗 没有 没做任何配置 好吧 那这个时候看后台 是不是已经打印出来这样一句话了 对吧 这是我们之前说的souvelator的一个简单请求 这东西非常简单 那现在我要加什么了 加过滤器 我说了 这样是不是有一个过滤器了 再加一个 这是一个souvelator 再加一个souvelator souvelator 2 是不是可以写这样东西 对吧 写完之后点OK 同样的 在我们的 web的叉猫里面 再进一个配置 这写一个souvelator mapping 可以吧 这写个souvelator 2 然后起一个杠叫fs2 点点写了 好吧 这样吧 留点 保持一阵 啊 是不是可以这样做 对吧 这样做完之后 可以干嘛 我在这儿写请求的时候 再处理一个类 里面也一样zs点 都get request res bounce 没问题吧 里面说一句话sout 我是过滤 souvelator 2 是不是一句话 对吧 这个时候我可以发送我们对你一个请求了 这发请求的时候 来 发现请求试试 这边写一个2就可以了 回车 对吧 这找不到啊 为什么 没充气 通不开了 充气一下 这是不是写这样一句话 我是不是用户可以发送两个对应的请求了 现在我要对两个用户 如果设置编码怎么设置 好吧 想一下这个问题 怎么说 按照我们原来的套组 是不是直接在里面写就可以了 我再发现请求啊 feelter 2 回车 看地方是不是答应出来了 这问题吧 好吧 两个请求都能被访问到 那这时候我要加编码 这面码是非常麻烦 为什么 在这里面 你说写一个request set attribute 这写一个 不是 attribute set 什么叫character encoding吧 这写一个utf-8 对不对 同时下面还写什么response.setcontext type吧 这写一个txt 然后呢 html 对不对 封号加一个x set等于utf-8 是不是这样的方式 对吧 这样可以写吧 这样写完之后 咱们来看 还有怎么写 是不是这个地方 也有 我这是不是也要进行配置 request 第2 set 开过他incoding 写上utf-8 对不对 然后下面再写的时候request response 第2 set 叫content type 也写上叫text-html 分号xset等于utf-8 是不是两种方式都可以进行设置 对吧 这样上完之后 没问题吧 我们这儿给予一个小响应 可不可以 可以吧 我写写出一句话 为了标志一下 这写一句话 什么写哪句话 response 第2 什么 这有东西叫get right 第2 right 写一句话 这有中文 好吧 我们主要为了设置我们的中文 好吧 这地方也是一样的 叫response 第2get writer 第2right 好准备 这写个2 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写啊 这样写完之后 重新关上我们的火器来启动一下 写完之后 中文是不是应该 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有我们对应的一个页面显示功能了 来看一下 页面显示结果 来 发一个请求 这写一个filter 是不是一个 对吧 发一个2 是不是都成功了 现在我要做些事情 刚刚这两行代码是不是一模一样 是不是一模一样 两个severlater里面 我现在能把它提出来 能提出来的时候用什么 就要用我们的filter 这东西了 所以怎么办 这样我新建一个另外一个包 com 接package 这写一个com 马士兵点叫filter 可以吧 那回来这定义第一个class 叫my filter ok 编好之后非常简单 但是注意了 他需要继承一个类 叫什么 看这了吧 是不是有一个 filter的东西 对吧 但用filter注意了 一定要导对我们的包 那个包是不是这是不是sorelater里面的包 把它给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来实现 里面对的一个方法 ok 几个方法是不是有三个方法了 对吧 这一定要稍微注意了 ok 这说什么 no interface 我呢 我们现在往里边接着写 我们对应在吗 这块没问题吧 对吧 我是要写这样东西 好吧 这说了 叫实现 叫自定义过滤 气 好吧 这是不是 ok 实现接口 好吧 是一个接口东西 所以改成一拍就可以了 最近我们这样的一个过滤器 过去电话之后注意了 里面有什么 啊 说完成 先说一下吧 叫完成 请求 拦截 以及 资源 的统一管理 功能 是不是这样的东西 对吧 加完成之后 请求 响应 以及自然的同管理 是不是这样东西 然后呢 实现的时候 实现 就要这样写吧 实用 方法 好 定义 普通 张网类 然后呢 实现 嗯 叫 费尔特 接口 对吧 这件事 只要重写 其中 的 方法吧 什么方法 比如说 再写一个 第一个 叫 init 对 第二个呢 叫多费尔特 第3个呢 叫第四川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名词 也能猜到 第一个干嘛的 是不是完成一个初始化功能 初始化 功能 第二呢 是不是进行 处理吧 对吧 第三个呢 是不是销毁 功能 一共这是三个对应的一个方法 ok 希望之后 我们这来写些东西吧 看下到底能不能成功 对吧 第一件事 这里面打一句话 一句话 叫 什么 我是什么 Servor Late 比如Servor 我是 Filtr 然后呢 引你的 可以吗 这是不是打一句话 这句话呢 再打一句话SOT 我是 Filtr 然后呢 这写一个逻辑处理 这写一个SOT 叫我是 Filtr 销毁 共同 可以上写吧 对吧 这样写完之后 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是有Servorate request Servorate response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堆请求 有这请求之后 我是不是也可以往里面设置我们对应的一个原本格式 我们暂时先不设 对吧 我在干什么事 我看一下这三个句话会什么时候打印 包括我们这个Filtr是不是也有一个具体的处理过程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执行过程到底怎么样子 好吧 也就是说Filtr生命周期是什么样子的 OK 没问题吧 这里面记住了 这写完之后是不是只写了一句打印话 他注意了 你要想调用后面的Servorate 必须要加干嘛 加一个配置 叫什么 叫Filtr 有一个这样子去吧 是不是叫Chin 第二 什么叫都Filtr 然后呢 把我们的Servorate RequestServorate response给传进去 对吧 传完之后才可以 听完之吧 你现在啊 没有逻辑处理 但必须要加这样一句话 我这写下注释吧 添加 此语句之后才能调用到对应的Servorate 听完之吧 哇 这要写好了 好吧 写完之后 我们这不管了 然后现在重新提动一下 我们Tomcat的一个服务器 好吧 然后呢 是不是做一些该启动了 但这时候还一样 你想要少东西吗 少吧 少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东西 什么东西 大家想一下 我们这是配的过滤器 我的Tomcat怎么知道你有过滤器 这些东西啊 啊 再问一个问题 他们该怎么知道你有某些Servorate类啊 你是不是在我们的web的XM 里面 进过一些相应的配置 现在你配过吗 没有吧 所以这时候别忘了加什么 加一个配置 好吧 来写一下 写什么东西 标签换掉了 好吧 写上面吧 刚才是不是写Servorate 现在不要写Servorate 写什么 写Filtr 是不是他 这边有Filtr内幕 再写一个 这就叫Filtr吧 无所谓 好吧 写完之后 后面还有什么 叫 Filtr 可拉斯吧 这也是指定一个类名 combo.com.filter.mapfilter 这把直进过来 这关之后 还有什么 叫filter map 这又是一个map 音色 这还写一个叫ur pattern 写一个-星 是匹配我们的所有请求 这问题吧 那OK 现在再重新启动一下 注意 这一定要进行配置 好吧 不配置是不可以的 因为你不配置 他们看怎么知道你有这样一个过滤器啊 我是对哪些请求进行过滤啊 我是不知道的 所以这必须要给他配上 OK 刚好删掉了 看地方 我们重新启动一下 看这个地方 看他们开启动过程 这些启动时候 其实已经开始执行了 OK 等一下 看这个地方 什么意思 他说 可能是没问题吧 说 我是filter init 他看一下 是不是告诉你说 我是一个处处画进程 让大家看 是吧 我是filter的一个逻辑处理 我是filter逻辑处理 是不是这块就开始进行逻辑处理了 对吧 这两句话在哪显示的 是不是在我们的myfilter里面进行显示的 那意味着这是不是我已经定义好了 对吧 现在把它给删掉 上一周 我们发一请求 还是这个请求 filter 刷 又发请求吧 这地方看这 是逻辑处理了 对吧 换一个 再写一个 停 走 看这 是不是我是filter 往后看 这是不是有一个 我是filter 这有什么 是不是逻辑处理 那意味着怎么执行的 当你开始执行你的 或者启动tomcat的时候 先执行这个unit方法吧 并且unit方法是不是只执行一次 是不是一次一个处处画功能 对吧 然后呢 你之后再发起你的时候 每次是不是都会显示说 我是filter 逻辑处理这句话 对吧 当这句话处理完成之后 是不是再调到我们对应的一个serverlet里面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处理 对吧 他处理完之后在干嘛 看一下 是不是该返回了 对吧 返回显示什么东西 这 再加一句话 SOT 这东西想说 filter 这样呢 逻辑 处理完成 再这样一句话 可以吧 ok 来刷新 我们对应页面刷 还得请求吧 过来之后 啊 这重启啊 他们看的 老忘重启啊 要不要重启啊 看一下这个过程 好了 看这个地方 这边有一句话 叫我filter init吧 视频完成处处话 注意 这句话只打印一次 然后呢 叫filter 逻辑处理 完成 逻辑处理 完成 刷新老师 这为什么发两次请求啊 因为注意了 我们这默认打开这些浏览器 浏览器里面会发送我们请求的 听到意思吧 好吧 这个时候可以干嘛 把他给干掉 干完之后 我来发一个请求 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filter 这样东西 回车 来往这看 最先什么事情 第一次是不是filter 逻辑处理 然后呢 说我是filter serverator 然后呢filter 逻辑处理 完成 意味着什么呢 当我进来之后 我第一次先调的是我们的myfilter 对不对 对吧 myfilter 里面什么 是不是这个 读filter 这方法 先执行这句话 然后呢 调后面的serverator吧 调完成之后 是不是执行serverator 里面的一句话 再执行完成之后 再干嘛 把它返回 执行这样一个处理 对吧 有点说 老师 那我这句话什么时候执行啊 你是不是要销毁 什么时候销毁 把他们看的 关掉 观众朋友看 什么意思 是不是我是filter的一个销毁功能 对吧 这是不是意味着是他filter一个生命中心 多少啊 是不是随着他们看的启动到他们看的一个结束 对吧 这儿一定要搞明白了 OK 让他看吧 叫生命 周期 我从他们看的启动 到他们看的 关闭 然后呢 这方法是什么 他们看的 启动 启动的时候怎么样呢 执行 一次 下面呢 每次发送 请求都会 执行 好 第三个 是吗 他们看的 关闭 的时候怎么样呢 是不是执行 时候 执行 好 这是filter最基本的一个含义 好吧 一会我们来多做一些对应练习 OK 休息一下 启动